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10月26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哈以冲突 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25日 援引美国和以色列官员的消息报道称 以色列以同意美国的请求 暂时推迟地面进攻加沙地带 以便美国有更多的时间部署导弹防御系统 保护美国在该地区的组织 报道称 美方导弹防御系统在该地区部署 这块可能在本周晚些时候到位 至此前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勒韦 曾在24日表示 目前又如战略考虑而推迟了地面进攻 总之地面进攻是要推迟 具体推迟了什么时候 这还俩说 这就说明以色列方方面面压力是非常大的 以色列并不能随心所欲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伊勒萨纳 于这个内塔尼亚湖会往面之后 又到了这个约旦河西岸的叫拉玛拉 会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 西方国家领导人呢 频繁的于内塔尼亚湖会面 然后又于这个阿巴斯会面 都是在为这个中东的局势 采取一些应对措施 我在网上看有报道 说美国已经做好打算 要在中东地区撤侨 这个恐怕涉及到上十万人的美国人 和机构在中东地区 当然这个是传言 就没有证实 如果被证实的话 那说明在美国人看来 这中东的局势恐怕要进一步恶化 我们再看点新闻 这个联合国秘密展呢 古特勒斯为自己教区啊 否认有关他为哈马斯 袭击以色列辩护的指控 这个古特勒斯啊 应该是在10月17号 还是说是7号 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啊 他是发表了一个讲话 昨天节目咱们介绍了 他那个讲话是有两部分 前面说啊 这个哈马斯袭击以色列 是有原因的 这后半句说什么呢 说巴勒斯坦人民的不满 并不能成为哈马斯 令人震惊的袭击的理由 昨天节目里面我也说了 这个古特勒斯啊 就是活悉尼 结果就被不同的人解读 印度的媒体啊 他就不报道后面半句话 他只报道说这个联合国秘密展 谴责以色列 当然了 这个以色列人也认为 联合国秘密展偏袒哈马斯 为哈马斯辩护 所以强烈要求 古特勒斯辞职 所以古特勒斯今天啊 是7月25号 周三驳回了以色列的指控 即他在向案例会发布的 一份声明中 为巴勒斯坦激进组织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辩护 他说啊 我对我的一些言论的歪曲 感到震惊 就好像我在为哈马斯的 恐怖行为辩护 这是错误的 事实 恰恰相反 他告诉记者 但没有具体点名以色列 古特勒斯周二呼吁在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 战争中保护平民 并对加沙地带 明显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表示担忧 古特勒斯周三指出 他在向案例会发表的声明中 明确谴责哈马斯 10月7日造成的 1400人死亡的袭击 他说没有任何理由 可以证明数亿杀害 伤害和绑架平民 或向平民发射火箭弹 是震荡的民用目标 在谈到他周三的声明时 他说 我认为有必要澄清事实 特别是出于对受害者 及其家人的尊重 古特勒斯 作为联合国民主党 两边讨好 实际是两边都不讨好 霍西宁 被别有用心的人 把他的话叫各取所需 进行宣传 现在这个印度的媒体 应该知道 联合国民主党 并不支持哈马斯 谴责了哈马斯 说到这个媒体报道 咱们再看看 这个布林肯 要求卡塔尔 要管好自己的媒体 美国媒体报道 布林肯称 要求卡塔尔降低 半岛电视台 设8亿报道音量 音含反语内容 根据美国新闻网 25日报道 三名消息人士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23日会见几名 美国犹太社区的领导人士 称 他本月早些时候 要求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阿普多拉赫曼阿勒萨尼 对半岛电视台 关入巴以新一轮冲突的报道 做出限制 原因是这些报道 充满反对 以色列的煽动性内容 报道原因 三名消息人士的话称 布林肯23日告诉上述美国犹太社区的领导人 他本人在13日多哈要求卡塔尔政府改变对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的公开立场 报道说 布林肯当天与穆罕默德共同召开记者会时说 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与哈马斯打交道了 报道说 对于卡塔尔政府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布林肯举例称 可以对半岛电视台 管由巴以新一轮冲突的报道 做出限制 报道补充说 其中一名消息人士透露 布林肯称 自要求卡塔尔 降低半岛电视台的报道音量 因为其中充满反对 以色列的煽动性内容 报道还说 布林肯似乎只在是半岛电视台 阿拉伯语频道 而不是英语频道 报道说 得如上述消息 美国国务院拒绝发表评论 卡塔尔外交部没有回应置评 请求 该新闻网提到 以色列此前指责半岛电视台 是哈马斯的宣传喉舌 据路德社此前报道 以色列通讯部长 卡尔西15日 称他正寻求 关闭半岛电视台 在当地的分布 并指责这家卡塔尔媒体 发表 轻哈马斯言论 使以色列士兵面临 来自加沙的潜在攻击 这个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已经成了这个 哈马斯的官方 或者叫发声的渠道 说到这个新闻报道 这个哈马斯啊 只有宣传 没有新闻 最近网上有很多视频啊 我想大家刚刚都看到了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展现啊 就是哈马斯在摆拍 要么就是老太太 在那个废墟里面 给他身上弄上灰 弄上那个水泥板压上 然后记者在那拍 有的是一个男的 抱来小孩 身上那小孩身上弄上血 什么的 总之搞出各种惨状 摆拍啊 这个网上有很多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新闻呢 如果是原影子加沙 或者是原影子哈马斯控制的地带 那你只能把它当作一个宣传来 不能单新闻 更不能单事实啊 这个中文媒体啊 有个叫凤凰卫视 他们一直在加沙 在以色列啊 进行报道 咱们节目也转过这个凤凰卫视 在以色列的一些冲突地区啊 发回来的一些报道 今天啊 我看到这个凤凰卫视主持人 叫郑浩 他发的一个社交媒体上一个文章 叫感谢以色列民众支持协助受伤中国公民 他这么说的啊 他说以哈战争已经进入第18天 在这场残酷的血腥的冲突中 不幸有数名中国在以公民 伤亡或被哈马斯扣作人质 他们的情况究竟如何 想必是每位中国人最关心的 他这个说的还是有失偏颇啊 就是说中国公民啊 被哈马斯扣作人质 他们的情况不是每位中国人最关心的 那至少你要把那个夹头粉呢 还夹头要去掉 他接着说啊 自冲突爆发以来 凤凰卫视先后派出多路记者 第一时间深入以色列 就冲突事件做了大量现场报道 直到目前为止 任由至少三路记者 在不同的区位坚守现场 及时准确的为世界华人带来最新消息 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 至少有222人 而这其中也包括至少4名中国人 在冲突爆发后 有一名刚刚到以色列工作 仅一个月的中国公民 不幸被战火波及 受伤严重 目前他正在以色列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做了大手术 无法说话 但神志清醒 状态基本稳定 昨天凤凰特派记者刘备 还真叫刘备啊 专门到他所在的医院进行拍摄 报道 也采访到一只默默协助他的 会说中文的以色列小伙 这是华人媒体首次拍摄 采访受伤中国公民 亲眼目睹 严重受伤的中国伤者 也是首次看到听到普通以色列市民是如何支持帮助中国伤者 很遗憾啊 这个风华卫视这个主持人呢 写的这些东西在不一定的发出来 连我报道这个评论这个恐怕也受牵连了也未必能发出来 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啊社交平台 他们更喜欢更欢迎夹头的言论 夹头在哈以冲突中啊很明显的啊反对以色列支持汉马斯旗帜鲜明的 但是呢现在因为很多人在举报他 所以他现在啊在狡辩 网上有人在举报他啊不止一个人啊 举报什么呢 人家是向以色列举报 向美国举报 这么说的啊 说增进的以色列驻华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共鸣北京东城区居民于利多次在头条和抖音发表反犹太人支持恐怖组织哈马斯的文章和短视频影响极其恶劣严重误导中国人民和以色列传统友谊 由于平台原因我无法发其在头条和视频和文章作为证据请你们自行查看 我请求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将中国共鸣于利和他的家人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同时也希望你们联合国联合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查封他在美国的资产 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会将他在美国的资产用作支持哈马斯恐怖组织 同时也衷心希望将他的家人驱逐出美国 晚上有很多像这样的举报啊 这个诉求差不多 你把他诉求归纳起来就是要么要以色列把这个家头啊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你以后不准到以色列去 要么就是呼吁美国说你把家头在美国的财产给他查封了 把他家人呢送回中国送回他一刻都不能离开的地方 其实这些举报大家看一看啊 其实好像也没什么 就是以色列那么邪恶 那家头老师以后别去以色列了吗 人家不让你去你就别去不就完了吗 列为不受欢迎的就不受欢迎吗 有什么关系啊 何必那么在乎呢 哎美国他那么痛恨 美国那么不好 那人家美国人把你家人对吧 把你送回来了 这不是好事吗 但是加特老师非常生气 他做了好几个节目 在这为自己狡辩 然后他说啊 以色列美国无权对中国人进行惩罚 他开始混淆概念 网友并没有让美国或者以色列到中国来惩罚加特老师 把加特老师抓去判多少年 没有 人家只是说不让你到以色列去 不受欢迎 要么就是呢 把美国把你家人送回来 这个人家美国是有权利的 美国怎么就没权利把你家人送回来呢 他在混淆概念 他说混淆了个什么呢 说我是中国人 美国你没权利惩罚我 我就要把家人老婆孩子放在美国 我有这权利 你没有权利把他送回来 你要把我老婆孩子家人送回来 那你就是跟中国对抗 持这种想法的中国人 那你就是1450 职人 你说说 他这个逻辑特别强大 网友的要求一点都不高啊 非常朴素啊 而且网友是顺着加特老师的诉求 对吧 像以色列 像美国提出的 就像帮助加特老师实现他的愿望 你既然那么痛恨美国 对吧 以美国为敌 你把老婆孩子放美国干什么呢 在美国买房子干什么呢 美国人为了你的安全考虑 为了你的身心健康 把你老婆孩子送回来 这难道有错吗 这也是跟中国对抗吗 这不是中美友好吗 这个体现 以色列对吧 把你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有什么关系呢 以色列这样的国家 比哈马萨不如啊 就是按加特老师的说法啊 那你还去以色列干什么呢 多危险呢 所以我觉得啊 以色列还有美国 应该要 显应一下 中国网民的这种诉求啊 满足一下 加特老师的这些要求 然后加特老师呢 也不要再婚小概念 让美国人 以色列人怎么针对你 你不要把自己 当作中国人的代表 那就是针对你而已 我们再看看啊 这个土耳其啊 埃尔多安突然跳起来了 让这个中东的局势啊 突然变得复杂起来 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啊 应该是议会 发表讲话呀 他说以色列啊 他说西方欠你很多 但是我土耳其啊 不欠你任何东西 然后这个埃尔多安明确的指出 哈马斯不是恐怖组织 这是他10月25号 在土耳其国民议会 举行的政党小组会议上 发表演讲 怎么说呢 说明埃尔多安这个人呢 野心勃勃啊 雄心勃勃吧 想火中取栗啊 具体的土耳其啊 会采取什么行动 咱们密切关注 我理解上啊 这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呢 他恐怕是说得多 做得什么 他趁这个中东这个乱局啊 他一看扛大旗的没了 扛反以色列的大旗 或者咱们换个角度说 他未必是反以色列 他实际上实际上 在中东啊 没有大哥大 没有这个穆斯林 或者是阿拉伯人的大哥大 美西方 那毕竟是美西方嘛 对吧 那个宗教还不一样呢 这个埃尔多安脑海深处啊 还有这个奥斯曼帝国的这个 在向他召唤 所以他在这个黑海这儿啊 就沾尽了便宜 出尽了风头 体现出自己的一个价值 有点荒废自我的意思 有点迷失啊 所以趁这个中东乱局 他又来浑水摸鱼啊 摸了什么鱼呢 实际上他要挑起这个 阿拉伯世界 或者叫穆斯林世界的这个大旗 因为现在没人举这个旗子啊 这个沙特已经投降了 埃及呢 早就投降了 就剩一个伊朗 这伊朗看样子也扛不住啊 土耳其他这个身份非常特殊 你看他也是北约的成员国 他在里面当方孤仔啊 好像美西方啊 拿他也不能怎么样 他只要拿嘴说的话 他不采取实际行动 美国还真拿他没办法 毕竟啊 在俄乌战场上 他需要土耳其帮预 至少土耳其不能导向俄罗斯 你看看 这埃尔多安呢 这个手段非常高明 他知道在哪儿 拿捏 他知道这手上有筹嘛 所以他玩转 俄罗斯 美国 对吧 西方 还有中东 到处要好处 为了一个瑞典 对吧 加入北约 这个埃尔多安呢 拿够了好处 所以我判断这个土耳其啊 他突然跳这么高 批评以色列 支持哈马斯 为哈马斯说话 恐怕更多的是想 把那个中东地区 反以色列 反美西方的这些势力 笼络到他的旗下 大旗以后由土耳其来扛 不过啊 埃尔多安呢 这个算盘 到底打得怎么样 是不是抱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是不是投机不成 反噬一把米 这个都需要进一步观察 这个国际局势博弈啊 不是埃尔多安想的那么容易 土耳其在黑海啊 他占尽便宜 是地理因素决定的 他在中东 很难占什么便宜啊 不能因为他是穆斯林国家 他就可以去中东去号召 去团结那些 一盘散沙的 这个叫阿拉伯人 土耳其的这个号召力啊 还是弱了一点 名不正 言不顺 虽然历史上 奥斯曼帝国很厉害 但那是毕竟过去了 阿拉伯国家啊 都想忘了这段历史 周三啊 土耳其股市暴跌 在全球范围内跌幅最大 由于投资者担心 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 进一步恶化 以及周四的利率决定 土耳其股指爆发 就暴跌啊 引发了两次市场停牌 就熔断了 它的指数下跌7% 为自2月份发生灾难性地震以来的 最大跌幅 月度跌幅啊 是三年来最大 其中土耳其航空跌幅最大 达到6% 这个我们再看一看啊 这个汉马斯 为什么在加沙 在以色列能够神出鬼没呢 大家都知道 因为汉马斯在加沙 有个非常发达的 迷宫样的地下通道系统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啊 这个视频就是介绍 汉马斯如何利用加沙地带 地下迷宫般的隧道 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 汉马斯都是利用这个地下隧道 来策划 对以色列的袭击 他们采取最原始的 这种通讯方式啊 也不能说最原始吧 就是二战时期用的 就是用电话线通讯 那以色列的摩萨特再厉害 都没有办法切除他们的情报 因为他们用的是电话线 在这个地下通道里面 然后把他的火箭弹就藏在啊 他是化整为零 藏在这些地下通道里 所以说以色列国防军 如果要进这个地下通道去 剿灭汉马斯 那伤亡肯定非常巨大 而且没办法完成 这个地下通道像迷宫样的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有很多人说啊 拿海水灌 确实有啊 埃及听说就拿海水灌 就汉马斯挖地道 已经挖到埃及去了 实际上海水灌没用 他那个地道 他可以设计成像潜水艇样的 每个舱都可以密封 第二个呢 他里面可以设计成 这个抬高啊 通道可以设计成上坡下坡 对吧 你把这边淹了 水过不到那边去 非常复杂 实际上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利用高科技啊 因为现在这个考古啊 包括这个什么地质勘探 都采用这些技术 对这个地下进行扫描 他可以找到坑道的位置 找到出口 把所有的出口啊 给他堵 灌水泥 以色列国防军啊 不能进入这些通道 进入这些通道就是有去无回 面临着极大的风险 以色列国防军 他们也抓获了很多 这个哈马斯的这些武装分子 以色列国防军 公布了审讯哈马斯 武装分子的视频 这些武装分子啊 都说啊 他们接到的善级指令 任务就是发动攻击 清理这个什么犹太复国主义 然后抓人质 每抓一名人质 奖励一套公寓和一万美元 这个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 然后他们都说啊 被抓住以后啊 他们就忏悔 后悔 说啊我们是被那些在国外豪华公寓的哈马斯高层欺骗了 是他们让我们这么干的 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 他是怎么说的啊 普京敦促中东冲突地区停火 以防止平民伤亡 普京说啊 我们理解在居民区使用重型设备是很困难的 这会给各方带来严重后果 而且最重要的是平民伤亡将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集体努力是现在是关于顺速停火并稳定该地区 这位俄罗斯的总统啊 说停火防止平民伤亡显得很滑稽啊 是一种讽刺啊 这是典型的啊 宽宜待机 言语利人 好这一节嘛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